Hello 各位粉絲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要為大家做一個神奇的試驗 這個是我們平常使用的水 那我們倒一部分 在杯子裡面 其餘的 倒入我們的機器裡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30分鐘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很快的30分鐘過了 那我們機器深層的水也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用專業的檢測儀 來測試水素濃度 那數值目前的話是歸零 這是我們一般飲用的水 水素濃度為零 好的 再來這是我們機器深層的水 同樣的歸零 那我們來看看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天啊我們的數值一直跑 一直跑 這裡到底是什麼狀況呢 請大家對朋友告訴我喔